欢迎各位观众回到我们 行报现场行报财经台 那么刚才呢有提到 就是我们知道国家做假账 那么是有可能的 因为国际中央没有一个 真正能够完全对某一个国家 他去查账的一个机制 不像我们的公司可以被 有所谓的快诊责 或者快诊识去查账 那么或者一个国家的一些 所谓的不管是公司法 或等的一些把关 那么这样的情况 的确就有可能发生了 所以匈牙利假账问题 其实隐含着很多东西可以谈 那这样的议题 我不知道卢教授你怎么看 就是说匈牙利 那么假账的问题 你是不是认为也是很有可能 而且其他国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你又怎么看这些东西 对国际间的影响 又将来你觉得要什么样的机制来把关 其实就是说在整个国民所得的这个编制上 我们的确有这个世界银行 它的一些概念 但是每一个国家在根据自己的经济特性 都还有一些调整空间 所以这里头的这种认知上 加上一些季节性调整 加上一些资讯 地研等等效果的这种预判 其实的确会有这种强烈认知上的差异 所以各位都知道说 比如像大陆的统计局的这些资料 经常也被其他国家所诟病的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不在于说 资料会不会被诟病 而是在于说大家在面对相同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是以什么态度来面对 你可以看到雷根在这个1980年代竞选的时候 他就说的很简单 他只问说 are you better than four years ago 他不跟选民讲说 这些数据真的或假的 他只问说你有没有过比较好 这种方式的处理问题就跟 现在匈牙利这种自己爬粪的方式蛮不一样 那也跟97年泰国的时候很不一样 泰国的时候他的总裁想要把问题盖住 他的副总裁就干脆 这个高挂免赞牌也不去主动通报 也不去面对 所以最后造成整个泰国三百亿的美元的外汇 一夕之间全部蒸发 所以我想这里头其实给我们的最大的点醒 就是说政治人物还是必须要知道 一言心方一言上方的重要性 这种经济过程里头有蛮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 对大家的自信互信跟这种善意 而这种互信跟善意在政权争夺过程里头偏偏经常是一个最容易下刀的手 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想匈牙利未来我想还是可以对他有一定善意的期待 但是至少匈牙利的这个副总理的实言或者表态 的确在欧洲国家引起相当大的反感 这部分其实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 政治不但是一个斗智的过程 它还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艺术 在这一头 任何的政治人物必须对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言论跟整个社会负责 OK 谢谢 对 我们卢教授当然这个很清楚也点出了 的确这个东西是有可能 那么其实国际的整个 我们说国家的透明度 不是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尤其民主国家可能有多党执政那么会去监督 那么如果是比较独裁的国家 像早些共产主义的国家 它就有可能一党独大 那么就像刚才我们卢教提到大陆 它有可能的监督机制你没办法 所以你会听到有些数据 好像是真 但实际上你要不要怀疑 难免会 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好 那么所以我们怎么去给一些建议 你刚刚卢教授提了一些 我想请刘教授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刚刚也提到了 有一些经济数据 好像匈牙利 这假账很明显 那你怎么去看 是不是其他国家 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说 有可能会发生 那么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这个整个欧盟 不管怎么样 他有没有做假账 或者是全体都有做假账 不管怎么样趋势大概是对的 就是我们刚才从2008-2009 数据就往下的 那我想这个趋势上是 转换就是真的 那再来我们看从 这次的欧盟人家总会不会解体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政府的赤字比较高以外 那另外还有一个高失业的问题 那我这边把高失业的话 那个失业率的话 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西班牙大概是 这个数据是2010年的1月 这是今年的1月份 那西班牙的数字呢 大概是19.1% 那么爱尔兰大概13.2% 葡萄威亚是10.5% 10.5% 那希腊是10.2% 那法国是10.1% 那美国呢是百分 对不起 先在意大利 百分之8.8% 那英国呢是7.8% 德国是7.3% 那同时呢 我们要去了解 美国刚才有念过 美国是9.7% 但是日本是5% 中国大陆是4.2% 那么从这个数字来看 亚洲的失业率来讲比较低 那跟亚洲那是重生产 重制造有点关系 那在那个 欧盟来讲可能是重的是一个 进口 可能他们进口会可能会大于出口 那么他们也重社会福利 那所以呢有人就躺着让政府羊 所以我们这个数据上来讲 我认为在欧洲来讲 这个失业率的大概 亚洲跟欧洲平均来讲 应该差到6%以上 这个两个地缺6% 假如表示这个社会福利太好 的确是政府一个负担 那我们觉得呢 这个欧盟 的确是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 我们也猜测到说 也许是 美国的一个金融风暴 也是会影响到 欧盟的一个急剧往下 这个是我们一个推论 以上 谢谢刘教授 那个刚才提到一个东西 有点呼应我们刚才这个 谢民署长所谈的一个问题 就是 欧洲呢 他这个 我们都知道 他生产东西比较slow 那比较慢 那么有国家呢 去给好的福利 那么是亚洲这些国家呢 这个不断的生产 那么人民呢 这个都就业的机会大 所以失业率就比较低 那么亚洲呢 这个就业呢 这个劳工也便宜 所以卖东西也就便宜 这使我想到 以前巴菲特在2007年左右 把他写了一个书 那么他是 寻农这个 全世界有两个国 两个岛 一个叫做贫穷 叫节俭岛 一个叫奢侈岛 那么奢侈岛呢 都过得很富裕 然后呢 不断地花钱 甚至就是一直花钱 然后把他所有的钱 就一直往另外一个岛筛 另外一个岛呢 就节俭岛 就不断地工作 不断地工作 就把东西一直生产 就给那个岛 结果后来 过了一阵子以后 那个岛呢 结果没有钱呢 全部就把房子要卖 什么都要卖 就叫 就一直在讲 售售售 就叫售 就要卖 那么就是说 这个国家负债高了 那个国家开始富裕了 这个情况 欧洲好像真的 即使不止欧洲 亚洲美国也是这样 真的好像有点是 西边呢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奢侈岛 而东边 我们东方就是我们的 秦坚岛了 所以刚刚谢明师长有讲到 好像你的这个 今天论坛上次开会的 一开始讲的那句话 是不是你再继续延伸一下 我会讲说 欧洲虽然有历史弊 因为它的精进力 不如东方的亚洲国家 那现在世界的霸主是美国 那以美元为主 当然美元 在整个IMEA里面 不准欧元 自印钞票来解决这个危机 当二次金融危机 二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时候 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时候 美国是大量印钞票 每天不停地印 来解决它们 美元不足的危机 那因为美元是世界 美元是世界上 通用的货币 所以它是金融的霸主 这个霸主只有一个国家 能享有 独享有而已 那就是美国 那今天欧元发生的是债务危机 有欧元也想要 要乳法炮住 大量印欧元来救那个西纳 但是这个看在美国的眼里 当然美国会大力反对说 好 你们主能什么 主能节约开销 那么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窟窿把它填平 所以要它热井热井热井腰带 好 那欧洲国家呢 要热井腰带的时候 他们的民众啊 因为已经习惯你这个高福利政策 所以就出来抗争 罢工的事件 或抗争的事件平传 那因为已经没有钱了 所以欧洲国家就想要一个基金会 就7500亿 要来施困 那好 这7500亿要怎么来 因为爱业民要施困2500亿 借免2500亿欧元给这个欧元器的国家 助策5000亿 这5000亿呢 国家的那怎么分配呢 德国当然分得最大宗 德国分配最大宗了以后 德国区的那个 德国的民众呢 又反对 所以他们就开始反政府 好 那这边如何来解决 德国 德国跟欧洲国 欧盟LN7的国家 国力查的非常巨大 大概有四个成绩 LN7最强的只有德国是最强 勉强跟着上脚部 只有华国 那北欧三国加上西欧的两个国家 北欧三国就是当麦 分南跟瑞典 还有西欧的河南跟比利时比较强一点 那中欧的国家呢 如今把这类的 奥地利亚类国家呢 又赤支 南欧国家最差 就是欧元器分的市集 如果要把欧元的统一在一个货币上的话 会参赐不起 那最老大的德国会很累 那其实如果应该这样的比例的话 应该他有 好 对 谢谢先语会 这个秘书长 这个为我们这个解析 我想我们这一段呢 到这边 谈到非常多 这个欧洲 他可能会 刚才讲的什么 欧洲灭亡历史必然 欧洲衰落 欧洲衰落历史必然 其实的确最近欧洲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美国呢 实际上 他灾情也很严重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来继续探讨 可能还有一些雷同的问题